我先弄第一个折 这个折我就把这个食指放在这里 把它推进来一个这样就一个折 这是第一个折 然后我们心里要想着 这个东西是要在肉的中间 接下来每一个折都要往这个地方 肉的中间这里拉 而不是顺着它往前走 这样你的折就会歪掉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 要把接下来的折拉回来大拇指这里 大拇指就在这个肉的中间上面这里 然后呢 这个手指头是在控制这个多出来的肉 把它压下去 好 我现在我这个食指 从这里一推 这个食指在这里顶住 这就会形成一个折 然后我就用这个侧面这里 把它捏它的皮的上端 不是整个捏下去 只是捏上端 这个时候我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大拇指这里 不是顺着它往前走 是往上拉回来 好 同样的这样子 这个食指放下来 造成一个折 边边捏紧拉回来 左手这时候就要转一下 一样食指放下来 造成一个折 侧面拉紧 再转一下 这时候大拇指可以往下压肉线 下来推成一个折 侧面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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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侧面 好 最后我要收口的时候 我就是把这个 最后这个多出来的地方往中间塞一下 然后把这个 最后这个这样捏一下 这就是一个鱼嘴 那如果我不喜欢鱼嘴的 你就可以等一下我们会做 等下就把这个中间收起来 OK 好 这个一样 第一折 用这个一推 折出来了 边边掐住 往中间这里拉一下 好 然后呢 一样 夹着往这里拉 要拉回来 不要被它顺着拉走 要往中间到我们这边拉回来 因为我喜欢 折子很少 然后比较大的 这种折子 所以 你们刚才看 我们每一个折子都很粗 很厚 好 现在我要把它封口 这个是辣椒馅的 比较会出水 我最后鱼嘴出来了 可是我怕水出来 我就给它封口 就稍微捏一下中间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喜欢把包子底下 往上挤 然后凸出来 然后再把它整圆 其实不做这个动作 可能也没什么差别 好 再做一次 这是四季豆的 一样 第一则 再把它塞进去 辣椒馅 最后我要收口 就这样 就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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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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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